千万不要小看眼前的这个老头 因为他曾是海军陆战队的王牌神枪手 凡是被他锁定的目标 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 这天 一头不知死活的灰狼 闯入了尼森大叔的农场 尼森看到后 仅凭几粒细杀 就根据风速精准锁定了 千米之外的灰狼 扣动扳机后 便开始自信收枪 走近一看 灰狼被一枪毙命 而尼森却看着旁边 被咬死的牛仔 长叹了口气 这让他本就不富裕的生活 可他的晚年却无人来管 天天被银行催债 甚至还要收走他的房子 没办法 尼森只好借卖了自己的牛圈 然后来到工地准备搬砖 毕竟能挣一点是一点 可他已经年过七十 根本没有老板敢用它 就当尼森在为马尼尔发愁时 突然 一对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母子 拦住了他的去路 女人的腿被护栏刮伤 哭着祈求尼森开车送他们一程 并愿意支付高额的报酬 好家伙 这是天上掉馅饼吗 就在尼森犹豫之际 一群墨西哥黑帮却从 边境的另一边追了过来 尼森健壮 提起步枪准备上前问话 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拔枪就水 但他们同样也没有想到 这个老头的枪更快 一场激烈的枪战就此打响 虽然尼森的枪法甚是精湛 但也奈何不了对方阿卡四七的 火力压制 没办法 尼森只好带上那对母子 开车跑路 可以黑帮为首的光头 却像不要命一般爬了上来 他死死勒住尼森脖子 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但尼森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一个急刹车 就将光头甩了下去 随后扬长而去 这时小弟前来报告 声称他的弟弟 在刚刚的枪战中不幸领了喝饭 光头老大听后十分愤怒 他一定会让尼森付出血的代价 而另一边 那个女人也不幸重担奄奄一息 临死前 他恳求尼森帮忙照顾儿子 将他送往芝加哥的亲戚家 可尼森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上 哪里还有心思管别人 于是转头就把孩子交给了 边境管理局 直到第二天 尼森在车上发现了 女人丢下的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一打打的马尼 尼森这才明白 黑帮为什么追赶这对母子 他也深知如果对方拿不到钱 男孩必死无疑 是拿钱跑路 还是回去救人 尼森最终还是选择了掉头 他潜入边境管理局 偷偷地从后门带走了男孩 接着回到家里 取了些许弹药 便驱车前往了芝加哥 这边他们前脚刚走 黑帮就追到了他家 见到空无一人 直接就点燃了 尼森仅有的房子 然后继续追击 事不罢休 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头 为了摆脱黑帮的疯狂追杀 便带着男孩与一条心爱的狗狗 踏上了逃亡之路 然而刚刚行驶没多久 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 尼森没有任何违规 警察却不由分说地 将他关进了警车 然后一边打电话 一边拔掉了尼森的车钥匙 这一系列的怪异行为 让尼森顿感不妙 对方完全是在拖时间啊 警察眼看事情败露 立马掏枪逼迫尼森就范 幸亏狗子机灵扑了出来 尼森则趁机抓住了他的手枪 就这样 在一人一狗的完美配合下 成功制服了这名警察 接着尼森拿回了车钥匙 带着男孩绕到了后面的山坡 他要趴在那里一探究竟 很快 黑帮的车就赶到了现场 简直太嚣张了 光天化日之下杀警察 尼森深知这帮人的残忍 所以只能马不停蹄地继续逃亡 到了晚上 尼森找了一个偏僻的旅馆住下 可黑帮的几人简直阴魂不散 还是找了过来 尼森急忙叫醒男孩 从后窗翻出 藏进了黑暗的灌木丛中 侥幸躲过一劫 可就在黑帮领走前 不主心切的狗子 却突然冲了出来 幸好这不是基努里维斯的狗 不然这部电影 下一秒就可以宣布羡慕了 对于爱犬的惨死 尼森自然是悲愤交加 这也致使他 第一次露出了浓浓的杀意 旅馆他们是不敢再住了 只能随便找个山林燃起篝火 将就一晚 谈话间 尼森还将那袋马尼还给了男孩 可男孩却十分有志气 声称这钱是他叔叔从黑帮偷的 乃不易之财 不仅害死了叔叔 还让母亲也搭进去了性命 他坚决不要 尼森自然也恨偷了 这罪恶的钞票 他索性心意狠 直接把这一袋子满 全部倒进了火堆之中 烧毁了这万恶之源 第二天一早 他们开车继续前往芝加哥 但黑帮的眼线实在太多 尼森的位置被再次发现 既然躲不掉 那就将他们全部解决 尼森直接将车来了一个 180度大飘移 横在了公路中间 接着拿出他的那把老实步枪 瞄准了前方 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居神一词 放在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身上 简直就是侮辱 面对驱车追来的敌人 他仅需一发子弹 就将对方车辆轻松掀翻 车子虽然报废 但没想到 这几个黑帮分子甚是命运 下车后 依旧死心不改地对着尼森 疯狂扫射 尼森自然不会傻到与其影平 而是带着男孩跑进了一处仓库 对于一个王牌狙击手来说 即便是一把普通的铁锹 那也能够成为一个稳固的枪托 眼见黑帮三人步步逼近 尼森则果断扣动扳机 目标应声倒地 但同时自己的位置也被暴露 尼森只好连忙趴下躲避射击 接着 他将手枪交给了男孩 让他数到30就对着门外开枪 而尼森则迅速跑出屋外 寻找更好的狙击位置 当屋内男孩的枪声响起 光头的那名手下再也拱不住了 提枪就要朝屋里射击 但身为神枪手的尼森 怎能给你这个机会 直接一枪打包带走 现在只剩下光头老大一人 他并没有去管手下死活 而是悄悄地溜进了仓库 四处寻找落单的男孩 偏偏男孩在这个时候 脚下一滑 不小心掉了下去 等尼森赶回仓库 男孩早已成为了光头的人质 没办法 尼森只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光头并没有直接开枪打死尼森 而是逼逼刀地让男孩拿起手枪 替他解决 谁料男孩竟然趁机卸掉了弹架 光头刚要捡起弹架 就被尼森直接撞飞 随后二人便撕打在了一起 显然光头不是尼森的对手 被按在地上一阵摩擦 谁知对方竟然掏出匕首 对着尼森腰子一顿猛刺 受伤后的尼森被光头死死压制 幸好这时 男孩空放一枪 让两人的局势有所扭转 接着尼森一把夺过手枪 结束了这场战斗 就当尼森准备捕枪时 光头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勋章 那是他火烧尼森房子时 唯一留下的物品 原来光头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军员 可耐于生活所迫 最终走上了黑帮这条不归路 尼森听完之后 并没有选择再次动手 而是将留有一颗子弹的手枪 放在了地上 尼森带着男孩走出来后 枪也跟着响了 至此 这场危机彻底解除 电影最后 尼森也信手承诺地将男孩 送到了亲戚家中 而他自己却因为伤势过重 在公交车上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或许对于这个孤独的老人来说 能够安详地死去 可能也是一种幸福吧